哈囉大家好 我是楚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我2017年覺得好用的彩妝有哪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我應該都有很多東西 但是這些就是我想的起來的 就代表他們就是在2017年 讓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好用 那首先呢先從底妝開始 底妝我有兩個 一個是比較開架 一個是專櫃的 那先講開架好了 開架的底妝是這個 L'Oreal Infallible Total Cover 那這一個不是比較常見的那個 它這個是Total Cover的 就是這個粉底液 它擠出來像這樣子比較慕斯的那種感覺 摸下去綿綿的 然後是完全不會流動的 它的名詞叫做Total Cover 那它上在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遮瑕度 但是我覺得高遮瑕度是其次 我最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持久 就是它的妝是可以一整天都不會掉 不太會讓你浮粉脫妝 就算鼻子T字出油了 它都還是會看起來妝還是很好的那種感覺 我都是半價的時候會一次買幾條 就是來囤貨這樣子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色號 我是用12 Natural Rose 但是我用9號 Light Stand也是可以 然後這個是比較常用 所以你看它就是已經非常扁了 所以這就是我2017年很喜歡很喜歡 而且買了很多條的一個粉底液 接下來就是一個專櫃的粉底液 就是它一上市的時候我就買了 我忘記它什麼時候上市 但是我已經用了差不多剩下這樣子 就是已經用一半了 那這個我也很喜歡很喜歡的原因是 它也非常非常的持久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它會有點乾 就是如果你妝前沒有它任何東西 沒有擦主意沒有擦任何防曬啊什麼的話 直接塗它 臉就是會有一點看起來比較乾的感覺 剛上去啦 然後之後當然就是出油之後就好很多了 它在就是T字這邊是不幫你控油的 但是它會讓你其他臉上的妝持久一整天 就是如果用它 然後你的修容啊 腮紅打亮 它是一整天都會在的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持久的粉底液 雖然它不是很控油 但是如果你加一些控油的產品 在T字什麼的 其實它是一個 可以讓你維持一整天的粉底液 所以我就自從買了它 之後幾乎每天都要用它 所以現在就只剩下一半了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粉底液之一 接下來講眼影的部分 那眼影呢 2017年當然不能錯過的 就是這個Urban Decay的Naked Heat眼影盤 裡面呢就是2017年很流行的那一種 算是楓葉橘紅大地色調的眼影盤 這個我當初本來沒有要買 是因為我覺得它裡面顏色都太像了 就感覺某些加重一點 某些畫輕一點 某些疊多兩三次 就可以達到同樣眼妝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這盤顏色有點重複性太高了 但是呢買來之後呢 我覺得它對我來講還是一盤非常實用的眼影盤 因為我平常眼妝啊什麼的 其實幾乎都是在畫暖色的大地色 所以這盤其實對我來說是很實用很實用的一盤眼影盤 因為我每一個顏色都可以用到 而且就是不用去多加思考它該怎麼配色 因為它的顏色其實根本幾乎都是互相幫你搭配好的 所以這一盤呢我自己就是在2017年也非常喜歡 然後也是買來就是持續愛用很久 然後甚至有一個顏色就是已經見到鐵片了 之後我才就是稍微停用了一下 那這盤呢如果你是一個很常化暖橘色調大地色調的人的話呢 我自己是非常推薦你買的 因為它是非常實用 但是如果你不是很常化這種暖橘色大地色調的人呢 這盤其實可以不用買 因為它顏色重複性真的是老實來講還是蠻高的 接下來另一盤眼影是Huda Beauty的眼影 其實不只是這一盤就是整體來講 Huda Beauty的眼影在2017年真的是很驚艷到我 我自己推薦大家買這種小盤的 因為它是出門鞋帶很方便 而且你看這個小盤的 它還是很佛心的就是附了鏡子給你 附了鏡子給你就是你帶出門也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剛看到我剛一直打不開 就是因為它的磁鐵非常非常的緊 所以你放在包包裡就是不用怕它自己莫名其妙的打開 因為它磁鐵很緊 賣的這一盤呢也是2017年很紅的顏色 就是那種暖色的橘紅 楓葉大地色調 小盤的就是九色盤 它出了好幾盤然後很多不同色調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然後另外的那個Dazzle Dolls還有上一盤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反正Huda Beauty有那個大盤的眼影嘛 那個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我主要喜歡Huda Beauty是它的粉質 它的粉質呢跟像剛剛的Urban Decay啊 和很多流行就是比較熱門的眼影不一樣 Huda Beauty的粉質它是比較偏向乾一點的 就是摸下去它是那種它很滑很順的 但是它是粉是很乾的那一種 但是你看它非常非常的顯色 而且它很好暈染 就是你看它就是 你看它的那個延展性 就是知道它非常非常好暈染 它的粉一開始摸下去 這麼乾你會覺得 欸這會不會就是很容易產生色塊啊 還是會不會不顯色啊什麼的 但是你真的用了之後就會知道 它粉乾但是它卻很好暈染 而且顏色又很顯色 它的粉質的好暈染程度是 就是你問我說 欸什麼眼影比較好暈染 它是會讓我馬上聯想到的那一個眼影 就是它的好暈染程度是這麼好暈染 所以這個Huda Beauty的眼影 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買 然後如果你不想要一次買那種大盤啊 你覺得太貴或是顏色太不實用的話呢 就可以買這種九宮格盤 就是比較實用 而且就算你不喜歡 我覺得你應該不會不喜歡 但是就算你不喜歡不常用 也不會到太浪費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 非常非常推薦 大家試試看 就是Huda Beauty的眼影 不一定這盤就是 整體來講 Huda Beauty的眼影 在2017年我覺得我很喜歡 接下來是一個眉毛產品 那這個是colourpop的眉膠 這就是我現在眉毛上面的這個 我覺得 我用過眉膠其實 我覺得也不算很多 但是我覺得colourpop的質地 是我 算是最喜歡的一個吧 它雖然是眉膠 但是它的那個顏色濃淡剛剛好 它不會太膠狀 就是真的有些眉膠是很膠狀 然後上去沒什麼顏色 然後有一些又是太顯色 又是很容易失手 我覺得它就是在介於中間的那個剛剛好那個顏色 就是讓你可以很快速完成你的眉毛 但是顏色濃淡又剛剛好 不會太容易失手 比較自然的那一種 那我的這個色號是honeybloom 我覺得算是怎麼講呢 它應該是一個比較自然的顏色 就是不管你深髮色或是淺髮色 都可以用的一個顏色 那我喜歡眉膠的原因是它 真的很快速可以畫好眉毛 我都是用lab square的那個眉刷 直接畫就是很快速 然後眉頭這邊我會眉刷直接直立著 然後這樣梳過去 用手指把這個眉頭這邊暈一下 就是很快速就可以完成 我覺得它可以用很久 就是我用了這麼久 它大概在一半吧 但是因為每次用量只要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它買的還算蠻划算的 因為colorpop的眉膠好像我自己也是五六塊美金吧 然後可能有時候它們在打折的時候 就很便宜 然後又可以用很久 因為你可能四五塊買一支開架的眉筆 因為開架的眉筆我是比較喜歡買頭很細的那一種 也不是都非常那一條細 就是頭比較細的那一種 那一種通常裡面就是非常短 轉出來大概才這樣吧 就是它外面看起來很長 但是裡面就這麼短而已 那個通常就是用大概幾個禮拜就沒有了 夏前可能跟colorpop的眉膠差不多 所以我就覺得colorpop 就是以後我應該都還是會買colorpop的眉膠 我不會再去買那個開架的眉筆了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也很推薦 而且它colorpop的眉膠的那個顏色選擇非常非常多 就是我覺得不管你是什麼髮色的人 都可以選到你自己適合的眉膠的顏色 所以colorpop的眉膠呢 我很推薦大家去買 而且colorpop最近好像五十美金就可以免運費 所以你可以跟朋友抽一抽 其實五十美金還蠻容易就湊齊的 大家想看一下小胖子嗎 為什麼它在小胖子呢 因為你看 它名就是一隻小貓 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一 它五個月大而已 它就是已經這麼胖了 就是它的肚肚就是軟軟的 而且它就是我覺得是個性的關係吧 就是可能不我貓的個性 就是比較容易被操控 就是每次抱它起來的時候 你看它就是這樣子 攤在你身上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你要這樣子怎麼抱啊 它都不太會生氣 然後它常常都是攤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就叫它小棉花糖 你不信啊小棉花糖 你信給小棉花糖 就是它真的超軟 它全身都是軟綿綿 然後身體又都是軟綿綿的 就整隻貓是軟綿綿的 所以我就叫它小棉花糖 信不信很可愛的小棉花糖 Sophie讀到沙發底下了 所以現在不能讓大家看Sophie 只有Mephi可以看 你看它的小肥度 然後它的外號就叫做小胖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個小胖 這是很可愛的小胖 小棉花糖跟大家說掰掰 繼續我的2017愛用品 接下來呢講臉部產品好了 2017我沒有選出我最愛的打亮 就是我最愛的還是那幾個 就是沒有什麼變 當然Fenty Beauty的打亮很好用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說好用到 用完還會回購那一種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拿來介紹了 那我2017也喜歡的一個修容 是這個Mark Jacobs的Fantastic修容 它這個是限量的 但是我好像有看到說它要重新回來買 因為太多人喜歡這一個修容 然後賣得太好 我記得好像不知道哪裡看到有說它要重新開賣 那我覺得它重新開賣之後呢 是非常非常值得買的 雖然Mark Jacobs是一個很貴的彩妝品牌 但是這一個啊你看它這麼大 包裝又這麼的美 所以我覺得其實以它的價值來講 我覺得是蠻值得買的 而且它的顏色大家這樣看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一個非常適合修容的顏色 因為它不會太軟色調 但是又不會冷到灰灰的那一種 就是它是非常非常適合修容的一個顏色 然後它的粉質呢是非常無敵細的 而且很好暈染的那種粉質 隨便這樣推下去開了 而且它顏色濃淡你剛剛好 就是也是不會讓你失手 但是又不會讓你要放很多次那一種顏色 你看我用了這麼久啊 中間才凹了一點點而已 就不要想說它很貴啊買不下去 其實它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而且顏色又非常美 然後它聞起來有一點點那種椰子的味道 因為它是椰子系列的限量 如果它回來的話 我覺得我有可能我在想要不要去買一塊來囤貨 如果它回來開賣還是限量的話 我有可能會再去買一塊就是用來囤貨 但如果它回來之後就是一個常菜型產品的話呢 我當然就是用完再去買 但是我是一定會回購這一塊修容餅的 接下來講一塊腮紅 那不只是這一塊啦 就是整體來說 我很喜歡這個essence的腮紅 不一定是三層系列 我覺得它mat系列的粉質也非常非常好 這是它的20號satin love 那剛剛講完mark jacob的修容 現在拿出這一塊呢 我並不會覺得它的粉質比mark jacob的還要差 就是我覺得它們其實粉質是蠻像的 就是那種很綿密 貓咪 就是那種很綿密很軟 然後非常好暈染的那種粉質 而且它這個呢也是顏色剛剛好 給大家看一下 才八個月當然是已經變成一個大貓咪的Sophie 很可愛的Sophie 你有你看 雞毛彈擊小尾巴 那Sophie也是一隻 你抱它起來 它就會整個放軟的貓 它們兩個都是 所以它們兩個在地上的時候 超難把它們撿起來抱的 因為它們 就是全身會放軟 所以很難抓起來 你看它 多麼的就是 呃 該怎麼說 該怎麼形容 多麼的 任人擺佈 但它們兩個真的是個性很好嗎 我覺得我很幸運養到它們兩個個性那麼好 然後 就是還蠻 還算是蠻喜歡人 真的是基本上都不會 咬人和抓人 看我之前很多爸 其實Sophie小時候 他在跟你玩的時候 不小心弄到 他都不是攻擊你的那種 所以 所以他都是不小心弄到的 所以我都是 基本上我覺得沒有關係 他只要不要 攻擊人 我覺得都還好 你看啊 多麼的 隨便你隨便你 你要抱我多久 就抱我多久 那種感覺 是不是超可愛 是不是 Sophie 是不是超可愛 是不是 呵呵 他們剛剛把我的袋子弄到了 我去撿 所以就順便帶Sophie 來給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要繼續 講這個腮紅 這不是我臉上這一個 這腮紅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他非常非常便宜 在台灣好像是一兩百台幣那一種吧 但他的粉質 剛剛說跟Mark Jacobs那個 我覺得基本上 只摸起來是差不多的 畢竟他的價錢便宜 所以他這個啊 我覺得還蠻容易斷掉的 然後包裝也是比較簡單的那一種 但是呢我覺得以他的粉質來說呢 粉質和價錢來說呢 這個呢真的是不買不行的一個產品 接下來講 一樣是眼睛的 這個是Stila的 Magnificent Metals Glitter & Glow Liquid Eyeshadow 這個呢就是他把亮粉眼影放到液態裡面 就是讓你在用亮粉眼影的時候 不會亮粉掉來掉去 我買的一個色號是 Rose Go Retro & Kitten Karma 你看他的光澤 多麼的美 還有另外這一個 你看他們兩個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麗 然後這個用起來真的是非常方便 像現在我的眼妝這樣子嘛 旁邊沾一點好了 你可以用手指 也可以就是直接點在 直接用這個棒子點在眼皮上 就可以直接這樣點上去 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是立馬會讓人家覺得 你的眼影好像是很用心化的 其實你就只是花了兩三秒 把亮粉點上去而已 就是這麼的方便快速 因為平常如果你要用亮粉 在眼睛上的話呢 你可能就要先用亮粉膠 然後再用什麼打底 然後再把亮粉放上去 放上去的時候 還要小心亮粉不要掉的 什麼到處都是 但是這個就是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而且立馬就讓你的眼影 就看起來好像是很用心化感 所以這個呢 我自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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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薦 因為聖誕節 他們都出很多那種小小支的 就是大概那種 迷你版本 記得我們有買了一組吧 還是幾組 就是之後 會拿給大家抽獎 但是呢 大家 你要給我有抽獎的理由好嗎 就是 不能說隨便又抽個獎 這樣我真的會破產 就是當然是訂閱數 可能四萬五萬六萬 這樣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抽 所以呢 大家 如果你想要趕快抽獎的話呢 就是 讓我多多推薦給你的親朋好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當然如果你不想推薦也沒有關係 就是 慢慢的等抽獎 但是 我就不想讓我買這些東西 就是放那麼久 因為其實我常常看到一些什麼東西 我就會想要買給訂閱者試試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用的東西 我這樣介紹 你用不到 你會覺得 那我到底怎麼知道好不好用呢 或是你又沒有什麼管道可以購買 所以我就會想說 買一些禮物來給大家抽獎 所以我其實常常在買大家的禮物 但是 因為我訂閱數就是很慢的 緩慢的 在爬升 就是真的有點慢 所以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幫我推薦啊 不管是在什麼平台啊 還是你就直接跟親朋好友推薦 這樣都可以 就是讓我訂閱數快要上去 然後呢 你們就可以就是 有很多機會可以抽獎 當然就是 我沒有再強迫大家啦 我只是 跟大家講 如果你想要有更多抽獎的機會的話呢 可以多幫我推薦 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送的禮物算是蠻好的 因為 當然不能跟就是 一線的那種YouTuber比 他們一個業配可能就是 八萬十萬 那他們當然 這麼多業配 然後這麼多八萬十萬 當然是可以買一些更好的禮物 送給他們的 訂閱者嘛 但是我 本身就是 沒有說很多業配 然後觀看書也說沒有非常多 所以 其實我 買這些禮物的錢 基本上是我自己工作 就是我正職工作的薪水 拿出來 就是真的想要分享給我 訂閱者 因為我都把大家當成網友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我送的禮物已經算是蠻好的 就是我自己都會想要參加 想要抽那一種 所以如果你想要抽的話呢 就是 盡量跟大家推薦 那之後 我也希望 我有更多能力 可以買更多禮物 更多好的東西 給大家 那可能就是要等我之後 可能看有沒有 就是 更 成績 就是YouTube的成績做得更好 才有可能有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 以我自己的薪水呢 我要 繳房租啊 要 付郵費啊 要自己也需要一些玩樂嘛 然後自己也需要買一些東西給自己嘛 當然就是 是有限的 講一堆就是呢 如果你想要幫我推薦 可以幫我推薦 如果你不想呢 我也不會勉強你 大家一起默默的繼續跟著我的頻道 然後 之後呢 抽獎機會 也還是會到來的 接下來 講一個 睫毛膏 那我很少見到睫毛膏 因為我本身的頭髮 是那種很軟 很難造型 捲什麼捲髮棒啊 就很容易直掉那一種 那我的睫毛也是 就是我的睫毛是 就算夾捲 夾翹之後 如果擦到太濕 或是太重 或是 反正就是 質地 不適合我睫毛膏 基本上一定會垂 就馬上就垂下來 用過 不垂的睫毛膏 大概五根手指頭數得出來 但是我用過非常多睫毛膏喔 不垂的睫毛膏 大概五根手指頭數得出來 那我 2017年呢 發現了一個就是 TOOFACE的 BANDESAX MOSQUERA的 Waterproof版本 就是防水版本 這一支 它讓我睫毛非常不垂 而且它會讓睫毛的存在感非常強烈 因為它很黑很黑 而且擦上去是 不只濃 不只珍藏 還會很濃密的那種感覺 但是 它的缺點就是 它是轉軌的 所以價錢比較貴 還有它的頭很大 就是它的頭跟我的眼睛 基本上是一樣 一樣寬的 所以亞洲人要用的話呢 可能就是要比較小心一點 才不會塗到眼皮 但是呢 這一支我自己是 非常非常的喜歡 用完我也是會回購的一款 睫毛膏 因為像 在澳洲買不到KATE嘛 KATE的那個什麼 黑語 美型睫毛膏 是我用過不會垂 然後就是我覺得 非常非常好用 回購非常多隻的睫毛膏 那這支呢 是我第二支 會覺得 我一直想要去回購的睫毛膏 當然它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它是 非常非常好用的 接下來剩下的唇部產品 那唇部產品 在2017年 我很喜歡那種 玻璃感 就是透明感的嘴唇 2017年我用了蠻多唇蜜 和比較透明感的那種 護唇效果的那種唇膏 那我2017年很喜歡的是這個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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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倩碧嗎 倩碧的這個唇油 我這個色號是 POPPY GLOW 這個它上面寫出是 Lib & Cheek Glow 但是因為它是油 所以我 不會 我自己不會把它拿來 放在臉頰上 因為它是油油的 它在嘴巴上呢 會比較淡一點點 但是是一個 看起來氣色很好 然後看起來人很好 的那種 透明玻璃唇的感覺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 我沒有用過另外一個 克萊斯的唇油 我沒有用過 我只用過這個鉛筆的 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歡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呢 因為它是唇油 所以它沒有什麼黏性 然後之前我有一次 就是不小心這樣子 這樣子倒啊 它是會流出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買的話 一定要小心 但是這個我自己還是很推薦 那另外一個是玻璃唇的這種感覺的呢 是Mark Jacobs的唇蜜 它是小支的 它大支的好像有這麼大吧 但是這個是 我買一組那種小小組 然後裡面就很多支 我蠻喜歡這個顏色的 因為它擦起來也是 就跟這個唇油很像嘛 就是它雖然這樣看又很紅 但是你擦在嘴巴上其實不會 就是一個很自然 氣色很好那種感覺 那Mark Jacobs的唇蜜 我很喜歡是因為它不會很黏 我之前很不喜歡唇蜜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唇蜜很黏 但是呢我就是一直在嘗試一些 不同唇蜜就會知道 其實不是所有唇蜜都很黏的 其實很多唇蜜是擦起來很舒服 而且真的是看起來就是 嘴巴好像狀態很好 就是juicy juicy 然後氣色又很好那種唇蜜 我就很 2017年我都很喜歡 Mark Jacobs的唇蜜呢 我也很推薦 接下來是我嘴巴上面這一個 這個是 Smashbox的 Always on liquid lipstick 那我買了四支總共 然後有一支 out loud 就是一個楓葉紅 楓葉橘紅的顏色 我剛剛怎麼找就找不到 到處都找不到 所以也就算了 然後現在給大家看這三支 我現在嘴巴上是中間的這一個 這個是 Driver Seed這一個 但是這個我是點在中間 然後用手推開 因為我沒有想要擦得很飽和 但是它擦得很飽和 但是它擦得很飽和也會很好看 那這一個 液態唇膏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它擦在嘴巴上面 完完全全沒有感覺 就是完完全全沒有 你嘴巴上擦了液態唇膏的那種乾乾的感覺 也沒有厚這種感覺 就是它的質地是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它的質地啊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覺得是你不喜歡液態唇膏的人擦 都會覺得它是舒服的那一種質地 之前也是賣得非常非常好 很多色套都缺貨 但是現在看好像已經不太缺貨了 然後台灣好像沒有 Smashbox 以前有好像現在沒有了 那你要買的話呢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找帶購買的一個產品 以上就是我的2017愛用彩妝分享 可能有漏了一些東西 但是我想說如果漏掉的話 應該就代表在我心目中 它不是2017的亮點 所以我想說它算了 就是沒有說一直去翻我的東西出來 那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你2017最喜歡的彩妝有什麼東西 就是跟我分享的一兩樣都可以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那每個禮拜二禮拜五晚上 八點半左右的朋友 放上新的影片 所以不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 bit by bit by bit by